沈浪此番初始枪国大获全胜的消息早已在他们抵达国都之前就传遍了整个越国 当他们抵达国都之时全城的百姓们齐聚家道迎接 锣鼓喧天爆竹齐鸣 无数人齐声高呼国军威武 越国威武 这架势看上去就仿佛是沈浪已经把枪国灭了一样 而往日只有封疆大力和电视状元才能骑马通过的朱雀大道 今日他沈浪也趾高气昂地享受了这个待遇 不过沈浪虽然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但在国军面前他还是知道收敛的 此时只见他手捧枪王认罪书和一张圣庙万民图走到王宫大殿前攻进城上堡 陛下 陈初使枪国不如使命特来覆灭 说完便命人将圣庙万民图展开呈现了出来 只见这圣庙万民图上 受到过圣庙救助的近万民枪民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恩和忠心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上面按下了血手印 眼戏眼全套 浪爷突然高举双臂大喊道 我越国国军福泽苍生 枪国万民向往我越国东方闻名 兴在越国兴系陛下 越国威武陛下威武 话音落下身后万民齐声附和 接连不断地响起了拥护之声 而此刻殿前的国君却是一脸的大无语 沈浪啊沈浪 这趟明明只是个外交小圣 不想却被你轰托成灭国大圣的样子了 寡人本来还担心你会眼砸了 现在却是怕你眼过火了呀 无奈之下他轻咳一声说道 此次大获全盛审爱卿劳苦功高功不可没 你这一路颠簸劳累 快快先回去休息 之后寡人还要重用 然而沈浪听后却是不为所动 开玩笑 自己冒这么大风险回来 可还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 就随便几句话就想打发他走了 想到这里他恭敬说道 多谢陛下关心 这段时间臣确实很惦记家人 尤其甚是想念岳父岳母 国君听后嘴上虽没再多说 什么可怜却是黑了下来 好你个沈浪 你这是明摆着在这里提醒寡人 册封你岳父赏赐你今世家族啊 就连一旁的黎公公都因为 沈浪的这番话不由的在心底 为他捏了把冷汗 一个时辰后 面胜过后的浪爷并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了五王子宁政的府邸 此时在书房里 宁政审了二人正在梳理接下来的计划 只听宁政说道 沈兄请放心 父王作为一国之君 只要答应过的事绝不会反悔 册封选武侯让金氏代管 怒朝成一事绝不会有任何变化 我们眼下最该担心的是接下来的局 现在国都有人借助你成功出使 枪国一事拼命将你抬高 为的就是让父王下令 让你出使沙满族游说 他们停止支援南欧国 刚说到这里 沈浪就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去沙满族的 接下来我可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搬倒苏氏一族 哪有功夫去沙满族送死啊 听到沈浪的话宁政一惊 苏满可是镇远侯太子少保镇军大将军 还是中立派系的巨头 你沈浪才一个七品芝麻官 身后连个靠山都没有 更是没有半个盟友 想在短时间扳倒 他岂不是吃人说梦话 沈浪见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嘴角轻挑一笑继续道 眼下枪国的布局已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 让苏南这个老狗丢掉 现在的所有官职罢官回家 然后我们两人就要扛起新政的大旗 等镇远程和白叶俊执行陛下的新政之时 就是我们灭掉苏氏家族最好的时机了 宁政听后嘴巴张得更大了 他没想到沈浪的计划里 竟还需要自己参与其中 而且前段时间新政的屠刀 就是要宰杀你玄武伯军府 而今你居然要接过新政大旗 属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带着一问宁政开口问道 现如今许多老牌贵族 可是正在串联着想要推举你 金氏家族为老牌贵族领袖 创建新的联盟呢 你这突然接下新政大旗会不会 不等宁政说完 沈浪的连冷了下来道 当初新政要图我金氏的时候 这群家伙们哪个站出来出手相助了 那时我岳母亲自跑了 十几家老牌贵族的府邸 却只借来了一千多金币 而这群只会落井下石的渣子们 带给我们金氏的只有七尺大乳 所以 只要我金氏家族能繁荣昌盛 背叛立场的事情我自然也能做 当我沈浪抄起新政的屠刀之时 我保证会比张冲还要狠 说完见宁政还是没有反应 便直接起身说道 五殿下 苏南虽是您的舅舅 但对国君来说也是一个隐患 还希望您不要对他抱有心慈之念啊 宁政听到沈浪的这番话才反应过来 挥了挥手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他哪里是对苏南心软了 他是被沈浪这天马行空的计划惊的呀 与此同时在太子密室中 祝荣大都督正同太子在此做商议 殿下 既然你有心招揽沈浪 却为何开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呢 太子笑了笑把玩着手中玉雕并未说话 旁边的昭言解释道 苏南在朝中根深夜貌全是熏天 只有得到他的知识才能一举压倒三殿下 而太子殿下此番之举 只是为了刺激一下那只老狐狸 并未真想将沈浪招揽之麾下 祝荣顿悟 这沈浪如此高调地号称要弄死苏氏 但他毕竟势力单薄 一个没有靠山的七品芝麻官 想要扳倒苏南简直是痴心妄想 可若是投靠了太子 那可就不好说了 所以太子这是想要借机 让苏南自己找上门来啊 这时赵言继续说道 那个沈浪只不过是一个坠续 又是一个芝麻小官 在精明又能如何 如果他都如此招摇 那就注定他活不了多久了 祝荣听后内心虽有些惋惜 但却也没那么在意 他更在意的是他的得力干将 于是说道 太子殿下 眼下张冲已经被关在 大理寺牢房里超过半年了 想必陛下对他的怒气也应该消了 殿下不如拉张冲一把 此将能力非凡 日后定能成为您的得力主将 太子摇了摇头 赵言立刻会议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沈浪初使枪国大获全胜归来 眼见陛下就要遵守承诺 封金卓为玄武侯 并将怒朝城册封给金家 此时正是陛下心中不快之时 若是太子殿下为张冲求情 岂不是要让陛下更不痛快了 祝荣听后顿时无话可说 哎 张冲 就只能委屈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了 次日 因为要表彰沈浪的功劳 还要商讨金氏封赏之事 身为七平小官的沈浪 破天荒地获得了上朝面圣的资格 临行前宁正一脸担忧地交代着沈浪 你可一定要万分小心啊 沈浪听后脸上压抑不住地露出一抹兴奋笑容说道 殿下放心吧 今日你就等着我在朝堂上大杀四方的好消息吧